Hello 各位朋友 歡迎回到高達老母 歡迎回到GUNDAM的模範圈套 教達老母 特別戰就差不多來到尾聲了 不知道各位打得如何 不過一般來說 都會覺得特別戰相當難打 因為其實打法跟一般的地圖是有點不同的 上次跟大家分享過在港灣駐水的地圖是怎樣打 這次又介紹一下沙漠的特別戰 一開始大家看到 其實這個地圖跟港灣駐水是一樣的 一條隊伍會分開兩邊 類似2對2、3對3 如果你能夠在數量方面有優勢 對戰況是相當理想的 大家可以回到這裡看 對呀 我的同伴一出場就已經向後退 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唯有剩下我一個人去守住左邊這條路 一抽二 其實都有點吃力 幸好對面的一架是支援機 砍他突然痛 但都沒辦法了 來到這個位置都是要犧牲一下 打到這裡才看到有同伴出現 同伴在那邊已經處理了那邊的敵人 可惜我這裡就熬不到 之前都說過霸點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在特別戰裡 盡快拿到幾個終計點 其實對戰況相當有利 我當然想去打一隻支援機 不過我現在又遇到另外兩部敵機 那就是要處理了他 在打這個Sisuru也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他的動作靈活過我這部Mk5很多 都是頂硬上的 又是出現這個一打二的情況 所以都要選一隻去慢慢對付 可惜這隻刀 第二刀就打不到 嘩這個助攻更加漂亮 這個Sisuru 我唯有靠著這塊石頭 不斷跟他們兜圈打 但到這裡 再被人捅多刀 已經剩下一千多血了 我都打算死了 但是 真的靠我把大顆劍去頂住場 不斷收回頭 臨死都要撐一撐牆 這次真的等到同伴 但我便吃了一下 什麼? 飛彈? 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就 搞定了 被人 這個時候 都發現 那個分數 都相距甚遠 這證明 我用一部機 牽著兩部敵機 是可以幫到我同伴 做一個四打三 四打三的局面 優勢相當之大 那邊也可以很快地處理到敵人 出來後 都要找到我的同伴 順便看看 打哪個方向比較好 我當然要找一部支援機 看見這個影子 好像是支援機 但原來這部EX-S 還有一部Double Set 蹲在這裡做什麼 但是我們就衝了一點 給別人4對2 但是這個EX-S 就有一點魚腩 但是打完他之後 還是4對3的情況 我唯有頂住這兩部 等其他同伴過來 這個時候 後面的同伴都已經處理完敵人 我又可以一刀拿低兩部 相當不錯 先打一部近的 這個 打平了他 我同伴都可以下槍 可以搞定他 最後這部Zsulu 我可以說 是三四部機 圍死他 分開處理了敵人 打得相當快 和方便 等他出來之後 落刀就失敗了 不過都騙到他撞 結果我們也是 用這個極高速短時間 四打一的狀態去處理了他 有空閒的時間 做些什麼呢 當然是打一下基地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這個時候 我也有懷疑 是不是人多欺人少呢 我們是不是 人家有一個斷線 數一數 不是 這裡有四隻 剛剛死了一隻 五隻 齊下人 在敵軍裡面 其實我覺得 這一隻Mk3 算是打得好一點 不過 整體來說 他們幾位敵人都 好像戰力不足 真的不幸運 因為始終都是抽隊友的遊戲 你抽到隊友的遊戲 都沒辦法 我都打算去放一下炸彈 不過這一刻 我真的打算轉身 射了三分波 誰知道是轉身被人用炸彈 一箭光死了 那就沒辦法 唯有等下次再出來 好了我都等了一陣 看看敵軍的動態如何 看到這隻Sipper 不是這隻Double Set 自己衝了上圍 當然是擋住他 免他 免他又落到炸彈 等等 又看到這隻Ssuru 那麼激進 擋一擋 不過 都是那句 這隻Mk3是挺厲害的 不過我不會跟他正面衝突 因為我的 職責就是處理支援機 終於找到了 不過我下槍又慢了一點 不過不要緊 最重要是我的劍夠長 這個時候我背部生了一隻眼 看到這個EXS衝了上來 一刀戒斷他 空中那隻 然後才處理支援機 時間就變得十分充裕了 反正被同伴收了頭 拿不到這個收頭分 都有這個助攻分 這個時候 我的同伴都不太理會自己的炸彈 那麼 有一隻負責去拆炸彈 我們這裡就繼續打這個機器 不過一分鐘 少於一分鐘 其實就難一點 很難打爆那個兵器 那麼 還會應付敵人 那這裡一出就出了三隻隻 都是打下一些弱點的對手 因為其實都感覺上 對面的EXS是弱點 或者可能我弄劍太粗 這裡射不到 幫幫後面那位朋友 前面那位也太多人了 這一隻是專門的 一刀就完成了 這裡已經去到一個三打一的毒煉了 那麼 被同伴射低射停了都不要緊 那麼大局已定 射多一兩炮 補一下炸彈 就完成了 很難打開 好! 好! 超級大! 你放了他!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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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戰其實是快速戰的一種 所以就有一點high score 但是我自己的high score 如果個人積分去到八千多 傷害輸出去到二萬多 另外这样的计分,所以就会有新高 希望各位喜欢这条影片 点赞、订阅、订阅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拜拜!